云南有着一种特殊的断刀工艺,叫做护撒刀,它被称为中国四大名刀之一,是阿昌族的文化瑰宝。 本期紫牙铜区匠人观察,就带大家去了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锻造魅力。 在云南,阿昌族人口并不算多,主要聚集在德鸿州隆川县护撒乡,这里虽然不大,但是却以铁机铸造而闻名于世, 尤其是家喻户晓的护撒刀,更是有着特殊的魅力。 阿昌族的人们从小就离不开刀,他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会在身上佩戴一把小铜刀,长大一些就会换成小军刀,成年之后还会佩戴长刀。 青年男女在谈恋爱的时候,小伙子也会送给姑娘一把稀爱的佩刀,作为定情信物。 而护撒刀的锻造,也是经历了千锤百炼,十几道的工序,后期的精心雕琢,才得以成绩。 向老赛就是这项工艺的国家级传承人,他们家的护撒刀制作手艺是代代相传,向老赛从小便跟着父亲打铁锻刀,至今已经几十年的光阴了。 他的一双手比正常人粗大很多,从这双手里,不知道锻造出了多少护撒刀的精品。 而今,护撒刀已经不再具有太多的实用性,通常作为工艺品收藏观赏,但其代代传承的匠人精神却一直保留了下来。 护撒刀的原材料是从老解放排汽车上拆下来的减震板,或者是拉炮的炮车钢板。 断制的第一步便是打烊,钢板被放入800到900度的炭火当中烧红,然后反复锤打。 这样反复操作十余次之后,钢板中的一些杂质就会被去除。 竖刀钢揉并济的锤打之间,钢板也会被剑剑塑造成刀身的形象,接下来便是刮刀,用砂轮或者是挫子挫平刀身,并且挫除刀锋。 这一步需要助剑者非同常人的仔细和有耐心,挂完刀之后还要在墨石上磨出护撒刀的刀锋。 这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,没有六七年的锻造经验,是没有办法磨出合格锋利的刀锋的。 接下来最重要的便是脆火,脆火时用的水都是来自于一口谷井,这口谷井里所含的矿物质、重金属盐毒是不一样的,水的质量决定着护撒刀的柔韧性。 老练的师傅才能够通过热胀冷缩的原理熟练地掌握脆刀的尺度。 而且刀背和刀锋所需要的水的温度也是不同的,这恐怕也是护撒刀的真正秘诀吧。 脆过的刀还要重新回到炉火当中,再度经过断打,让刀身更加平整。 接下来就是刀身花纹的雕刻,首先要将刀身固定住,然后拉出平行的一道刀槽。 护撒刀的刀身一般都是一面雕龙,一面刻缝,但无论是什么样的图案,都会刻上一个太阳。 加上刀头月牙的形状,太阳和月亮互相呼应,是阿昌族的标志,也是他们所崇拜的图腾。 除此之外,刀身和刀鞘也是丝毫马虎不得。 他们的工艺水平也有特殊的要求,是和断刀人完全不同的传承人来参与制作的。 不同的人来做,才更能达到每一个细节都要求尽善尽美,为护撒刀增添了别样的光彩。 虽然如今已经告别了刀光剑影的时代,但是护撒刀的光芒依旧不减,一直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所钟爱。 神秘的断刀人也并不是武侠小说里的传奇桥段,而是现实中工艺储备相传的刀科奖心。 2006年5月,护撒刀断制工艺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 看了本期的介绍,您是否也对中国这项神秘的护撒刀锻造工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呢? 支持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将它继续发扬光大下去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为我点赞并转发。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成为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